大家好,今天分享一篇散文 《我的奶奶》 作者何玉生 每次回家,我都会刻意地去大伯家的大堂里 去看望我那高挂在墙上的奶奶 转眼间已经27年过去了 再怎么努力地回忆 也记不清奶奶的真正的模样 1997年的夏天 有一天清晨 我还没有睡醒 妈妈突然把我叫醒 你快起来 奶奶快不行了 快去见她最后一面 我一股脑子爬了起来 没有带着任何怨言 急匆匆地跑到了大伯家 晚辈们都围在奶奶的床边 在众人的提示下 我握着奶奶的手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的眼睛 奶奶的手也拼命地轻微地动弹了一下 她的眼睛很用力地看着我 从她的眼神里 我感受到了她很舍不得离开我 奶奶去世的那几天 我并不难过 反而很快乐 因为办丧事 所以来了很多亲戚 又因为刚好是暑假 所以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小朋友 特别是小女孩 那几天 都是和她们黏在一起 从白天玩到半夜 也舍不得睡觉 早已经忘记了奶奶的去世的悲伤 记得非常的清楚 在办丧事的一天 具体是办丧事的第几天 我也记不得了 我无意中看到爸爸带着大白布 一个人在一个拐角 刻意压制着声音 在很安静的滴起 我看到了她明亮的眼泪 但是我没有打扰她的伤心 至今为止 也没有跟任何人揭穿过她的脆弱 那时候虽然我很小 但是我懂 爸爸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哭泣 奶奶的水晶棺材旁边 有三个女人使哭得好像是最伤心的 我的姑姑妈妈还有我的大娘 姑姑趴在水晶关头 双眼红肿泪一干 但是动作不大 我的妈妈和大娘 分别趴在关尾部的两头 他们俩动作最大 一边哭还一边喊着 就是哭了好几天 眼睛都是干巴巴的 挤不出一滴水分 我知道他们俩是我们农村遗留下来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该由像他们那样的传承人去传承 道士摇着铃铛 站在高台上 我们晚辈们都跪在下面 大人们都头顶白大布 小孩们头戴毛巾 道士拿着一张纸 一边摇铃 一边念着奶奶的过往 念着念着 我的眼泪哗啦啦的流了下来 湿了一块地 我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 也就几年时间 从我既是开始到奶奶的离世 因为奶奶和她的两个媳妇的关系不好 所以奶奶一个人住 她的家 挨着我大伯家的楼房 是个破袜房 大概二十到三十平米 屋子的最里面是一个锅台 然后往外就是奶奶的床 最外面是一口棺材 棺材和床是垂直的 棺材下面垫着板砖 盖子斜在墙边 奶奶的生活用品都放在棺材里面 因为大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口棺材里放着的宝贝 除了我奶奶 就是我最清楚了 我是她最小的孙子 小的时候经常垫着椅子 在里面翻山倒海的找吃的东西 最记忆犹新的是 棺材里有一叠信纸 那些信纸都是用来写诉讼状的 我看见的都是在诉讼我的大娘 怎么欺负她 奶奶的字大大的很正开 一看就是练过字的 小时候奶奶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的懒 每天吃饭起床等作息都没有规律 当然她有孝顺的儿子和女儿孙子们 她那么大年龄了 也不需要勤劳什么了 当然她的坏形象 基本都是妈妈跟我讲的 从小妈妈跟她关系很差 经常和她吵架 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记得妈妈从楼上 妈妈咧咧地跑下来 要打奶奶 现在想想奶奶真的很可怜 总是被欺负 还有一次 奶奶老远地向我家方向走过来 妈妈跟我讲 老奶奶来了 你快去看好了堂屋里的鸡蛋 别被她拿走了 那时候我就是个小屁孩 奶奶的形象都是妈妈捏造的 我哪里懂什么 当然是和妈妈站在一边了 当然那时候农村人都很勤快 不干活的人都会被鄙视 我印象里爸爸是最孝顺的 经常给钱 经常买好吃的送过去 逢年过节 也经常把奶奶接回家里来 一起吃大餐 奶奶年轻的时候 嫁得是书香门第 爷爷是当官的 奶奶过着贵妇的生活 每天都有保姆 伺候着生活的琐事 小的时候 奶奶跟我说过 她年轻的时候 爷爷请了私教 教她读书 写字 唱歌 奶奶说 她经常跟她的朋友们 打纸牌逛闹市 大伯和姑姑都享受过富贵的生活 他们都读了书 只有我爸爸 自出生不久 刚好赶上了批斗大会 爷爷背负了知识分子的罪名 后来爷爷被抄了家 爷爷不得不一人四处流亡 至今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后来 没有丝毫生活经验的奶奶 背着我的爸爸 牵着我的大伯和姑姑 开始了长久的 食不果腹 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 奶奶的处境 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里 虽然女子弱小 但是为母则刚 即使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但是三个孩子 依然可以让奶奶带着幸运 积极乐观的态度活着 爸爸跟我说 奶奶为了养活他 曾带着他们挨家挨户的药饭 奶奶吃够了苦头 他说他很小的时候 经常把他放在田梗上 然后下田帮别人干农活 后来流亡到了我现在这个家乡 爸爸一生没有读过书 因为家穷 从小就要担起家庭的重担 所谓勤能致富 所以我家的房子 从最开始的茅草房到土瓦房 再到两层的楼房 都是我爸爸用智慧和勤劳换来的 晚年 奶奶虽然不用再为衣食担忧 虽然儿子很孝顺 但是奶奶并不幸福 因为她经常受两个媳妇的气 人们只知道她老年懒惰 却没有人称赞她这一路的艰辛 挫折和坎坷 如果奶奶还在世 她看到自己好不容易拉扯大的三个孩子 虽然已年到古稀 却依然健康硬朗 不知奶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好 刚才分享了一篇散文 我的奶奶 作者何玉生 谢谢收看